以前英國是絞屎棍 現在美國是絞屎棍 鼓勵大家好好看一看 習近平在金磚峰會開幕那十分鐘 開宗民意就告訴你 我們要的是一個美國為首的世界 是不一樣的 人類今天的生存裡面 有兩個東西 錢才會發生價值 第一個就是糧食 第二個就是能源 所以美金為什麼有價值 因為美金可以買到你所需要的產品 經過俄乌戰爭以後大家就發現 怎麼我的一切全部被控制在美國的手上 而且今天是看你是建民 明天說你是朋友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都想擺脫美元的壓力 因此 現在這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很想進行本幣交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能源 炎物料 帝炎正正 都是這一次新加入的國家裡面 一個很大的測試 這些國家他們最大的特點是 期待明天會更好可以唱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儀修 我們今天來我們的專家講談 最近有一個震動世界的大局勢 也就是金磚國家 我們講的BRICS 也就是我們傳統講說 中國 俄國 印度 巴西 再加一個南非 結果他們最近擴容了 擴大陣容 加了好幾個國家 那到底加了哪些國家 那為什麼要擴容呢 這個擴容又代表什麼樣意義呢 很多人說 這個擴容搞不好 是要來跟G7做對壘 也就是開發中國家的一個 集體的崛起 那最近習近平也提到說 中國永遠是開發中國家 那也是宣誓了他要站邊陣營 也就是不跟你美歐日玩在一起 是這個樣子嗎 那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的發展 那到底關於國際的局勢呢 我們今天要來請教誰 我們來今天來請教李生鋒老師 老師好 好 李師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抱歉啦 穿得很休閒 這個 沒有吧 還穿的衣服穿過來 大家不好意思 老師怎麼酸都好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一場大合照 這次的金磚會議在南非舉辦 所以由南非總統來領先 左邊當然是習近平 印度總理 莫迪 魯蘭 巴西總統 俄國比較特別 俄國是由他的外長來帶領 為什麼 因為南非是國際 清明組織國家 因為現在普京真的被國際通緝中 所以他不能出來 他如果出來的話 到南非 南非依然要逮捕他 所以這也是蠻尷尬的 那我們先不討論內容 先就這張照片 問老師一個問題就好 俄羅斯不能參加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意涵 我覺得這是俄羅斯的體諒 主辦國的一個單位 而且這個應該是談好 在國際政治上反正 你看他笑咪咪的一起來 而且大家對於他代表普丁來 大家也沒意見 而且普丁也參加了視訊 所以這應該是談好 而且為了讓這個活動 能夠順利的舉行 俄羅斯跟南非之間 不給南非帶來困擾 國際政治本來就是有時候 有相當多數是妥協的東西 對 不過這個畫面 看起來大家都很開心 是 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這次金磚的擴充 原本的五國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這次新增的是阿根廷在這裡 然後埃及在這裡 然後埃塞爾比亞 台灣翻作伊索比亞在這裡 然後伊朗在這裡 另外他的鄰國 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這裡沙特阿拉伯 然後這個阿聯酋 就是我們都很熟悉在這個位置 老師這蠻有趣的 這幾個國家分別代表什麼意涵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幾個國家可以加入到金磚 那一定有人說金磚 搞不好就是他們只想加入而已 沒有 想加入的國家很多 幾十個國家 那老師你怎麼看 能夠形成今天這樣的陣容 俄烏戰爭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力 絕對是 然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 更是促成了這一幅圖畫 很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來看 新加入六個國家裡面 中東有三個 而這三個都是產油國 都是能源的輸出國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那我們曉得 美元最大的特點就是綁定能源 因此 假如這些能源國家 都一起參加金磚這一個行列的話 而且金磚這個國家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很想進行本幣交換 對 尤其像巴西的中國 羅拉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用美金呢 嗯 什麼 那印度最近這幾年俄烏戰爭 他發現不用美金 他可以拿到很多的能源 從用蘆布到用人民幣 那中國現在跟俄羅斯之間 那更是本幣復換 對 所以中國大陸拿到了他的能源 跟拿到了他的糧食 然後俄羅斯也拿到了 中國大陸所生產的各種產品 也就是說被歐洲制裁的東西 全部都有替代品 所以各位 但是講了這麼多 什麼叫貨幣 貨幣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嘛 幣能買得到貨 那個才叫做貨幣嘛 所以美金為什麼有價值 因為美金 他讓你可以買到 全世界買到你所需要的產品嘛 嗯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當發現我的美金的交易系統 會被處罰 當我存放在世界美金 我會被沒收 那等等這個時候 大概有一個共同的 成狼此函的想法 而且經過俄乌戰爭以後 大家就發現 我怎麼所有我的一切 全部被控制在美國的手上 所以在這個裡面 尤其我第一個注意看到的 就是這三個能源國家 三個這三個能源國家 主要是因為自己的產品 還有他們其實有很多錢在海外 是是是 如果都是美金 隨時就像俄國一樣 直接被凍結 啊對 而且今天是看你是建民 明天說你是朋友啊 嗯 都是我說的算啦 是吧 爽就是朋友 不爽就是敵人 哈哈哈 不是如此嗎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本身都有想擺脫美元的壓力 嗯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今天講明天會發生 但是總之要把這一個平台怎麼樣子 先把它給建構起來 是 然後呢 這金庄這幾個國家也都很清楚 就不想再被美元綁住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的三個呢 這個兩個是在 非洲 非洲 你看等於非洲現在有三個大國 是 一個是南非 一個是埃及 另外一個呢 伊索比亞 嗯 三個三個大國 伊索比亞 我是比較不清楚伊索比亞 加日的正確性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它 嗯 很抱歉 我不敢在這裡論斷什麼 我只知道它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它人口是超過一億的大國 是 第二個呢 它經濟在這15年 它是進步的蠻快的 我們以前 老是那個畫面 飢餓的伊索比亞 嗯 當著麥克傑克森的那一首歌 我們都是同一個世界有沒有 We are the world 對對對 這首歌的時候 形成了大家很多人 對伊索比亞的主持 所以現在大概 全世界NGO最多的國家 應該都是在伊索比亞 因為它同時是非盟的總部 不只非盟 而且是聯合國非洲的總部 也是在這裡 所以它某一種程度 它有相當大的一個地位在 但是 對於它不像其他國家 我看起來有那麼明顯的位置 那埃及不用講 埃及它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非洲的國家 一個是東東穆斯林的大哥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的大哥之一 而且埃及呢 控制著全世界最重要的社員 是吧 所以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幾個國家的納入 已經改變了過去 以美國希望為中心 經濟成長為目標的組合 而且改變的相當多是 以能源 以及地源政治 而改變 那我們來看 另外 南美洲的阿根廷 阿根廷跟巴西一樣 都是很重要的糧食輸出口 大量的畜產 玉米 還有相關的 大中原物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能源 原物料 都是這一次 新加入的國家裡面 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不然就有地源政治特殊的特色在 從這裡就告訴我們 過去的 Z8 或者過去的 Z7 或者Z20 不管 Z什麼 基本上一個角度是從 經濟的角度 是 佔了全世界多少的經濟power的角度 但是呢 金磚發現了 現在可擴張出來的這些國家裡 最大的特色 有地源政治的特點 以及有能源 跟物質供應的特點 我不曉得在 人類今天的生存裡面 你有再多的錢 留兩個東西 你的錢才會發生價值 第一個就是糧食 第二個就是能源 對 只有這兩個吧 賴以為真的 對 為什麼俄羅斯打到現在 美國打不死他 第一個他有能源 第二個他有糧食 日本跟當時的德國 為什麼打到最後擋不下去 沒有能源的嘛 嗯 然後糧食 那更不用講了嘛 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境裡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 兩個不一樣的 一個結構的組織 所以有人講說 會不會金磚跟Z7 來對抗 沒有對抗的意義在 因為 這個是一個 時代 發展出來 必然的一個結果 因為他們 進不了你們所謂的G8嘛 從你們的政府 來看 奧魯塞被踢出來了 對對對 他們是屬於這個 low class的嘛 差很遠 雖然印度的量很大 但是印度一平均 實施一下來有沒有 那也是很落後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情境裡面 人類一個新的組合 開始產生 這個組合不再只是為 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 是從 地元政治跟能源 將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再過來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 前面這幾個 G78 基本上 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成熟底了 也就是我們講的 已經超越了 上升級 飛越級了 現在都是在 緩慢的成長中 所以他們每年的經濟成長力 要是有3有沒有 就到處敲樓打鼓了 我今年3啊 我今年3啊 對不對 那這些國家裡面 要是3啊 就會被罵死了 中國大陸今年用6又用7 就被認為已經快被唱衰了有沒有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一個是在 Origent正在上升中的 那一個呢 是已經在平順成長中 這也是兩個不同 所以這些國家 講說是開花中國家的總集合 當然是開花中國家 所以他們最大的特點是 期待明天會更好可以唱的 哦 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剛剛老師講我非常有感 我想做幾個補充 一個是 伊索比亞 從歷史的角度 因為我學歷史 伊索比亞可以說是非洲文明的核心 而且唯一沒有被殖民過的 對好 當然最後還是有被義大利短暫成年過 但他是少數打敗殖民帝國 然後維持自己的獨立 還有就是譬如說像在聖經裡面 提到像是索神王 都是跟這裡 有關係 就四八女王 所以伊索比亞到目前為止 他還有大量的很原始的基督徒 就是很早期這種教義的經典 甚至有猶太人在這邊 黑種猶太人 所以伊索比亞在整個非洲的文化裡面 他其實是具有特殊性 所以剛才老師有提到說 能源大宗物料 那為什麼他的問題 第一個他好像沒有地緣上的一個絕對性 因為他增長非洲內陸 第二個他好像也沒有大宗原物料輸出 可是他卻有強烈的地緣關係 所以剛才老師講那個地緣 我這樣突然就打到我的點上 就是伊索比亞的地緣 在非洲裡面他是極具象徵性 因為他既是非洲聯盟的首部 就像剛才老師說的 還有聯合總部 還有其實非洲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 在這邊一定要總部 另外南部非洲會放在南非 不過整個非洲就放在伊索比亞的首都 阿迪斯阿貝巴 所以這個是部分 另外其實伊索比亞還背後一個人 他這幾年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非常的好 那太好了 鐵路各種 比如說有一次 我跟一個老師聊到 伊索比亞最近在蓋一個大壩 叫做文藝復興大壩 它是尼羅河上游的大壩 這個大壩表面上 被義大利的集團也表現 因為義大利蓋水壩 那是世界一流的 但裡面的基電是中國廠商承包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說 這裡面其實有一些慢慢在替換的過程 整體有這種感覺 另外一個想要來跟老師問的就是說 我們看這整個排名來說 人口土地還有整個區位 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為很明顯的就是 已開發國家沒有半個在裡面 因為金磚提出來的時候 就是不同於已開發國家 或什麼叫金磚四國金磚五國 這幾個國家不在開發中國 但是他們有明天發展的希望的國家 這一次我比較意外的是印尼沒有進來 這也是亞洲的國家 我聽到一個說法 老師可以給老師參考 說印度反對 為什麼呢 印度不希望太多穆斯林進來 因為這裡面中東國家 這全部都是穆斯林國 然後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穆斯林比例蠻高的 對也蠻高的 雖然他基督教是最多 但是都沒有過半 另外呢 在南部非洲也有些穆斯林 更主要是印度本身自己穆斯林也很多 所以他不太希望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 所以他希望做一個人物品 那另外就是說拉了阿根廷 因為阿根廷是天主教大哥 而且是非常虔誠的 所以如拉拉了阿根廷進來 這個地方巴西跟阿根廷也算是一種程度地緣和解 是 我們這樣看這個南美洲 巴西阿根廷 將來再加一個秘魯的話 大概南美洲美國就很難了 涼涼 那這一次委內瑞拉沒有進來 你想想看 假如維尼瑞拉再進來 新聞上 能源價格誰收了算 金川收了算 那就等於是OPEC PLUS的主要成員段 對金川收了算 還差一個奈吉利亞 那個快的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希望現在是故作鎮靜 美國在我的看法是故作鎮靜 其實這一個的衝擊 對其他的歐洲國家壓力還不太大 現在壓力最大的就是美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本來對能源跟糧食的掌控 是它今天在世界上 能夠有發援很重要的地方 對 那歐洲這些國家 本來都是要買的 它從來沒有掌控住這些東西 所以美國呢 反正做法 以前英國是絞死棍 現在美國是絞死棍 就是想要把這些雞雞雞集拿出來 好像要來對立的樣子 那日本呢 在這裡就變成很尷尬 嗯 要跟著美國走 不走又不行 可是跟著美國走 面對這一些 它很清楚 它是一個糧食跟能源都缺乏的國家 是 所以現在最尷尬的是日本 日本 這些國家跟它相關 你像我們就以巴西來看好了 巴西跟日本在二戰以後 日本怎麼樣子有計畫的移民巴西 關係不錯啊 知意很多啊 對對對 因為它是有計畫裡面 可是呢 很抱歉 今天 日本在巴西 沒啥花人錢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被邊緣化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可是過去在1970 80年代的時候 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 它是有計畫的移民巴西嘛 包括像秘魯都出過一個 騰森總統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還有很多人想說 哎呀我們要移民 要學日本 所以有計畫的移民巴西 嗯 因為顯然日本在這幾年的經營裡面 沒有把南美洲放進來 所以等於是它那個經營是失敗的 我不敢講失敗 至少沒有它想像中的成功 你看我們讀的國際宿舊 很少看到日本在巴西 有什麼花人錢的 但是在巴西有很大的社群 那當然 對於日本全球的人口 對對對 當時移民巴西也很重要 也是看中能源 看中資源 看中糧食 他也是看中 很多日本人到巴西就是做農場 對對對 所以這很有意思耶 這裡面 老師剛才提到日本 我反而真的很有感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事實上 不管是在東南亞 在非洲 在拉美 它過去是花很大力氣在佈局的 那現在等於完全變換 因為你現在就是 要嘛你就跟開發中國家一起 大家在抱團了 嗯 可是你又是以開發國家 你又不抱團 那就日本就尷尬了 日本的問題啊 就出在一個 它沒有個性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馬拉第有第二次執政嘛 我說他第一次執政的時代裡 在整個的東南亞 國水亞 加一加二加三 在開會議的時候 所有的記者啊 只要參加兩場記者會 嗯 第一場是馬拉第主持的 馬來西亞的記者會 對 因為他永遠會像西彎換炮 而且他有他自己的獨立的性格 對 就馬來西亞的馬拉第的時代嘛 對 第二個是中國 因為中國正在上升的國家 所以這兩個國家的記者會 塞滿了人 可是這些亞洲裡面最強的是誰 日本啊 日本的記者會沒有人去參加 無聊 因為我聽你幹什麼 在聽美國就好了嘛 你是一個沒有個性的國家 這一個沒有個性使得 它在整個的亞洲 它有沒有進行 尤其東南亞它經營得非常的深 對 像緬甸啊 它投資很大 不只緬甸任何一個東南亞國家 它的投資都非常非常的深 可是在這裡你會發現 跟中國在東南亞的競爭裡面 它已經慢慢慢慢慢慢的 失去的競爭力了 這個呢 對於日本有很大的原因 除了它的外延政策 必須跟金帽掛鉤 就是說我幾個例子 我研製你一百塊 那你一百塊要回來買我日本的東西 人家就覺得也不爽了嘛 那乾脆拿米韻動機來給我們就算了 第二個呢 因為中美的博弈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日本的角色會逼死的這些人 感覺到那你是不是逼我要選邊站 所以一個是低延政策的原因 一個是經濟實力的原因 一個就是言外的手法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日本在東南亞的實力 那已經大大不如前 那二十年前的日本在東南亞 那走路有風的啊 走東山又走南北的 你看現在連個高鐵要標都標得很辛苦 對 標的也做不好 而且連基建要標都標得很辛苦 以前基建 日本什麼山景族 什麼野路族 巴蓋亞族有沒有 他們最多的嘛 台灣以前也不是常看到嘛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也象徵就是說 整個國際地緣正在重組 對對對 這個其實就是老師前面提 我們也跟老師一談好久 從二五以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劍刺在更新 而且它是很明確在變化 是 所以這題我可以給你用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其實我應該鼓勵大家 好好看一看 習近平在金磚峰會的時候 的開幕那十分鐘 十分鐘那個講稿啊 應該要逐次的讀一讀 那個裡面代表了整個國際情勢自己的一個表態 那裡面一開始幾句話 世界往何出去 和平還是戰爭 發展還是衰退 開放還是封閉 合作還是對抗 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時代之問 也就是說 今天之所以金磚五國 我要選擇的是和平 發展開放合作 那顯然就是說 目前的世界現在出現的是什麼 出現戰爭或者戰爭的威脅 或者為了本身的利益 造成了全球的經濟的衰退 你不覺得全球經濟的衰退 跟美國的這一種無限制的升息 會沒有關係嗎 當然是有關係 無限制的印鈔 然後的發債沒有關係 對不對 然後是開放或者是封閉 本來是全球化為首的美國 現在是搞得最封閉的 本來都在攻擊人家 你怎麼可以補貼 現在在攻南立法補貼 這是合作還是對抗 等等 從這樣的一個角色來看 在這一次開中民意裡面 就講得很清楚的 告訴你 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金磚國家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世界跟美國為首 現在所來追求 跟所製造的世界 是不一樣的 是 所以世界的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外媒怎麼說吧 這個是日本的媒體 他就講到說 這一次呢 DICS就金磚各國 迎來了一個新的六國 所以形成一個十一國的體制 這麼多的領導人 包括還五十多國的領導人 參加這個擴大會 因為這只要是非洲的 對 就是非洲國家集體來參加 只有一個沒有參加 就我們的 因為他跟中國沒有建交 那如來就說金磚國家 將成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引擎 莫迪說了金磚國家的擴容和改革 會有其他國際組織的改革的典範 也就是把金磚本來只是高盛證券 拿來匡錢用的一個新興國家的說法 那這些國家真的把它完成真的了 是 那最主要這邊一定要看數字 我跟大家講 量變代表值分 目前金磚國家的人口40% 2000年的時候只有8% 但全球GDP 2020年已經上升到26%了 此期間來G7全世界最強 從65降到44 而且你看包括連印度 現在無人探月器都已經成功登陸 也就是說 信心越越好越強 那另外呢 這次當然是在約翰尼斯堡上 就是南非 那南非總統呢叫我們馬福薩 就我們開頭看到這位 這位就是馬福薩總統 馬福薩總統呢 就有講到說 要包容性的國際秩序 這很顯然跟美國的調子 就是不一樣的 實力增強稱為Global South 最近我們也常談到新的名詞 就是全球南方的新興國家 有一個共同的不滿 就說自身的主張在G7主導的國際秩序中 沒有充分體現 新興國家的發展 在財政健康性跟反腐指標 就國際的舊秩序 是在阻礙他們的一個發展 而且他們還要對全球變藍進行負擔 那對他們來講 全球變藍是你這個G7造成的 我還要幫你付 大家就覺得這個秩序是不公平的 現在這個狀況呢 雖然彼此之間 比如說中國印度之間 有一些緊張關係 利益未必一致 但是追求變化 推動擴容的熱情是一致的 尽管這次印度確實有提出一些說法 比如說他一度提出說 被制裁的國家不能加入 所以很多人就說這個就針對伊朗而來的 但整體來講還是放行了 所以終於最後決定 接納了新的六國 這邊報導我覺得蠻持平報導 老師您怎麼看 他前提中幾個觀點 就是對舊秩序的不滿 還有量變的問題 我們怎麼來看 就是我講嘛 他正在改變裝 今天假如G7把美國給拿掉 這些都小咖你知道 都占幾趴 都沒有超過5趴的 真的快不成咖了 同樣的道理 金磚把中國拿掉 也一樣不成趴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中美對抗的外源 但是他不是用對抗的形式呈現 是 也就是說 這裡面就一個道理 美國假如懂得把中國容納進來的話 中美兩國今天是全世界最大咖 最大咖 那今天你要把它給趕走 那不但你趕走 你要對很多人要制裁這個 天天啊 高級的所謂的價值有沒有 今天打那個 明天去打那個 然後呢 你們今天又訂了很多的標準 這些的標準 對這些國家講起來 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別忘了 你們所訂的標準 都是當年你們走過的標準 對 你說貪腐 哇操 那你以前美國不貪腐嗎 蛤 你看歐洲這些國家不貪腐嗎 這些叫我拿黑錢 會輸給今天這些國家嗎 你們講這地球的破壞 那不是你們先破壞的 破壞完以後 你們就把落後的產類 丟給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 再辛辛苦苦的破壞自己的環境 然後去賺你們 顏薄小利啊 然後再給你們 每人收割一趟啊 那那些人 你黃國團 你們破壞地球啊 今天算起這一筆帳啊 我們只看到 他們一副高大上的樣子 而他們沒有想到 自己曾經過去也是 怎麼樣一個 落伍的過去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不是懲罰這些國家嗎 這個時候你應該 扶足這些國家 我當時是一個貪婪的國家 我當時是一個腐敗的體制 但是我經過怎麼樣的路子 我可以讓國家 可以不必走上腐敗嘛 這個才是 今天你要走 你不這樣做 結果就像歷史哥你講的 量變質變 正在慢慢地產生中 這個產生的原因 是你自然把它逼成的嘛 所以我還再重新一句 中國假如跟美國之間 不是美國今天才行的 搞成如此的一個對立 而是以中美兩國為世界的一個 暗定的核心 你說會有什麼金磚幾國嗎 蛤 那個戲唱不下去嘛 當然OK你把它給拉走 這些家傲想說 好極啦 我們都是被你們這些欺負了這麼久 現在終於有個大哥出來 可以跟你稍微巴一下手腕 那我們巴不過你 可是我們和諧我們是可以的 這個是大家沒說出的潛台詞 所以這非常有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對這個既有秩序的不滿 原本對既有秩序不滿 他們都太弱小 跟無法挑戰這個秩序 那剛好其實老師也說了大白話 那如果說美中綁一起的話 那秩序也沒什麼好挑戰的吧 那可是問題就是 美國容不下中國 是是 這關鍵就在這裡而已 然後還有一個新起的印度 非常雄心 成長得很快 印度這個奇葩以後有機會再說了 剛才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盧拉阿喜總的說 不應是金磚國家違反西方集團 因為記者就訪問嘛 就說你是不是在對抗G7啊 他說伊朗很重要 特見伊朗跟阿拉伯世界對話 試圖達成協議 這是人類行為的改變 因為有一個重點啊 如果你要拉沙烏地 你就不可能不拉伊朗 實驗派跟遜靈派就是千年之戰 你是怎麼可能不去把他們拉進來 再加上他們都是非常 富含自由油氣的國家 無人可否認中國對世界重要性 又指中國是個懂得利用 資本主義貪婪的國家 他表示伊朗跟中共不能被 任何政治集團排除在外 必須經濟科技文化討論 很多國家議會要求他們參演 盧拉這個表態 基本上一錘定音耶 那搞了半天 美國跟印度之前在演手牽手 一起去遛狗的那一場戲 老師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啊 摩迪跑到了華盛頓 講了哇長長一天 什麼價值共同 然後拜登很開心 結果盧拉一個錘子 不就把他錘開了嗎 是啊 這很簡單嘛 你現在問印度嘛 Z7要不要你嗎 第一個嘛 第二個 你在Z7是大哥和小弟嘛 嗯 但你現在在金磚 你絕對不會是小弟嘛 隨便排就是老二老三 你不會是小弟嘛 是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盧拉是講的白話嘛 其實這是要盧拉講嗎 布里斯基斯基早就說過了嘛 全世界 美國來講 最不能容許 最不能忍受的 整個地緣政治的變化 那就是中國 俄羅斯跟伊朗 合成為一個賊盟體 那美國的時候的地緣政治 就改變了嘛 唯海前論 就會變成陸前國家的一個字啊 那你不覺得 盧拉講的話不就是 你看 伊朗中俄 不能被任何政治集團排除在外 他也是一路混鬥上來的人啊 他 他也是 九死一生活下來的人啊 他很清楚 所以他講的都是大白話 其中很重要嗎 中國是 懂得利用資本主義貪婪的國家嗎 我們講 中國今天的賊級不就是 因為資本主義的貪婪 才給中國機會嗎 尋找便宜的人工 尋找廣大的市場 是啊 降低生產成本的要素 都在中國找到 是 你們給中國長大的機會嘛 這個長大的機會是 你們貪婪嘛 因為你們不願意去做辛苦的工作嘛 你們不願意去做真正的藍領工人嘛 你們不願意去賺那個營頭小利嘛 那有個國家的人民很勤奮嘛 勤奮是 這些幾個國家裡面最勤奮的人民嘛 是 金磚這幾個國家 包括扣容之後 所有的這些國家裡面 你必須承認最勤奮的是誰 中國人 這就是中國能夠以這樣的條件 以這樣的情況 可以直逼於美國 讓美國產生最大的一個壓力 我們不要說這個民族有多聰明 這個民族有多厲害 因為講這個好像有一點在自我吹嘘嘛 但是你必須說這個民族是全世界什麼樣子 最勤奮最努力的人民嘛 最有名的例子啊 米南的唐人街 把義大利人搞得都快封掉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是有時差嘛 這邊白天 這邊晚上 這邊晚上 這邊白天嘛 所以做生意必須要注意到對方的時差嘛 中國人有辦法做24小時的生意嘛 所以那個米南的 Chanatown有沒有 這24小時是不停的在工作 所以義大利人快封掉了 那為什麼 因為老中的生活這樣 我房子一買就一棟嘛 下面是店鋪嘛 二樓是展示間嘛 三樓是倉庫是什麼嘛 四樓是住家嘛 所以他上班他也不需要 什麼每天有幾個小時的通吃 然後家裡的人就分兩班嘛 一班上白天 一班上晚上嘛 24小時全部幹嘛 那為什麼華人到了東南亞 不管在哪個國家 紀錄上守護華人的比例都佔很高 為什麼 因為中午的這些人要午休嘛 可是老中不要說午休啊 半夜有錢賺 就像我剛才講的 他半夜都起來賺 這種勤奋的個性 是這些國家裡面所缺少的 唯一假如可以比的 就只有日本 或者是韓國 就同樣中華文化以系的 台灣人這樣子 就是很奮鬥 很勤奮 像越南就沒有那麼強了 因為氣候的關係啊 可能就沒有這麼強了 你看看 金庄比起來裡面 中國的勤奋 就是我們成功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這個要素 同樣會不會影響這些國家的人民 是會的 因為 那靈高靈鋒高峰 我們家的高峰 什麼人交什麼朋友 這會相互影響 跟美國久了以後啊 不只朝九晚晚 那九九六嘛 沒有這一回事了 你看 台積電去美國 台積電被評為血汗器 對 在評價三顆星 對 那可是不要忘了 要不是有這樣的企業 這樣的努力 這樣的成就 怎麼能夠小小的台灣 創造出一個奇蹟 怎麼能夠四十年的中國大陸 能夠翻天覆地呢 了解 當然剛才講到說 印度 想當老大的心 是明顯的 莫迪啊 印度總理啊 還有提到說 印度五年內要超越日德 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那莫迪能不能達成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呢 是現在2022年 剛統計出來的世界的GDP 我們看到美國第一名嘛 25兆美金 德國第二名呢 17.9兆 將近18兆 日本第三名呢 已經掉到4.2兆 日本這幾年掉得非常的兇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呢 他的經濟成長跟不上通膨啊 所以他整體的 就以美金計價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GDP還是都是美元在計價 那德國呢 4兆 其實最近已經有一些趨勢 預兆出來 德國可能會超越日本 而且呢 德國的經濟成長 向來是比日本還好 德國還是受到額務衝擊 不然呢 長期比日本還好 再來印度在這裡 印度目前呢 是3.3兆 但他成長非常強勁 7%很驚人 而且呢 是少數幾乎不受疫情影響 繼續狂飆猛進 也難怪莫迪現在這麼有信心啊 當然他距離前兩個一二名 還是有大落差 不過 要追上日德 看起來真有這個機會 老師你怎麼看莫迪這一吋雄心壯志 這個是應該可以完成的 這個國家他有幾個的特色 第一個他沒有政變 第二個你不管怎麼說 就是他自己講 我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欸 所以西方人沒有制裁他的理由 再怎麼說 不管他的投票 是不是合規矩 是不是很多人是沒有投票 等一點不管 他最起碼他是按照這道路 在進行的一個國家 英國人統治之後基本上 留給他的三千分立 還留得滿像他還學的 還算有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看一個國家的發展 第一個 政治上只要一步穩定 他就會出問題 第二個 他現在是在成長中的國家 所以他成長的空間還大得很 他距離成熟還遠得很 所以他會趕過日本 趕過德國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是時間上的問題 至於他要趕過中國跟美國有沒有 那距離遠得遠 因為他的人口素質必須改變 是 他的基礎建設必須改變 他的所有要變成一個強國的 很多的基礎硬件跟軟件 那他是要改變的 但是呢 雖然他可以贏過日本 可以贏過德國 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大陸 雖然他的這個數字 直批美國 但是只要一除以14億 跟一個除以3億有沒有 那這個就馬上不一樣 我們看倒數第二行這個 這一重列 大家有沒有看到 美國的人均GDP 7萬5 7萬5 中國是1萬2千5 那日本是3萬4 然後德國是4萬8 但是印度呢只有2千3 完全不是個量級 是是 所以他這個1萬2 中國大陸的1萬2 他還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他有相當大是 10億4千的產品 所以他的物價組織 對 他的1萬2千5能發揮的效果 可能在美國 在其他地方獎產 他可能已經發揮到2萬4的 就人均可支配所得 對 他可能是增加了更多的 那我們就不要去計較這一些 沒有了看淘寶就知道答案 對對對 不要去計較 就是說來看 但是呢問題是 乘以總數也是一個數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印度 他是有明天的國家 但是 絕對不是像西方 所吹噓的 可以用印度 來連壓中國 這個 大概你我有生之連 還看不太到 之前有一個說法吧 說印度 將成為世界工廠 取代中國 那聽聽就好啦 那本來上一次 不是講越南嗎 對啊 越南已經半垮了 對對對 聽聽就好啦 我現在問你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好啦 印度哪一個大學 世界百大裡面的 好像也真沒什麼印象 沒有 那就別了嘛 印度在前世代人都精英嘛 真的 因為這些精英在 印度就是受精英教育嘛 所以一到大學 他們就出去到世界嘛 都是唸最好的學校 他們不是在本國培養出來的 這也就是造成西方 對印度的一個了解嘛 就是說 我碰到的 都是印度精英嘛 這些人 不論價值 生活型態 語言能力 都跟我一樣嘛 所以我就認為 印度都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他們是不是有一個錯意 因為印度人很西化 但是事實上 整體的印度人並沒有 因為他可以接受 蘇納克做英國的首相 就是我講說 整個的西方的 中上社會裡面 接觸到的印度人有沒有 那跟他是差不多的嘛 不管是價值觀 生活條件等等 只差在膚色 對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會認為 印度人的能力條件 都是這個樣子嘛 但是他只是一個 冰山的一小角嘛 鳳毛麟角 對 這就是印度的本身裡面 他能夠有IT的產業 等等 他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但是你沒有發現 基本上所有的創造能力 還是在哪裡 還是在美國的西谷 為什麼 因為他到了一個階段 他就外移出去了 中國大陸剛開始也有產生 精英的外移嘛 那最近這幾年 你就可以發現 不是外移了 是內移了 海歸 在海歸 比例越來越高了 因為我本身 有足夠的發展條件嘛 我的待遇薪水 也不會差得那麼大了嘛 而且我可以工作的地方 也多了嘛 就是差在這裡 對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也沒有人想到有一天 印度人會當了英國首相 也是 當了美國副總統 不小心美國總統 會變成印度人 也不一定 目前看起來 賀錦妮還要夾很多油 所以歐洲人或者是歐美人 他們以為的印度是一回事 但真實的印度是一回事 你看那個莫迪的那種生活習慣 跟歐美人根本就對接不上 而且呢 就好像我到了上海 我以為上海是中國 我到了夢買 以為夢買是印度 那就會有很大的 世界的落差 印度是一個有希望的國家 但是要成為他自己 吹捧的國家 還滿眼的距離 因為像中國大陸 如果有這樣的進步 除了有14億的勤奮的人民 那相對印度有多少勤奮的人民 這是一個 是啊 中國有一種 從小再怎麼窮 也不能窮孩子的教育 教育是改變人生的 一個重要的途徑 那這個相對於印度 這又是一個距離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 而且是全國一體的一個國家 所以當我部分 護起來之後 我要有責任 去把內陸怎麼樣子 再呼籲起來 那印度顯然就沒有這個 各搞各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金鑽這些國家 會把中國當作是一個 可以學習的典範 Z7這些國家他們學不來了 他們自己也很清楚 但是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學習 更重要這個國家 還不會干預他的內政 另外一種模式 完全獨立於西方Z7的那種模式 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模式 莫迪其實也有提到 1.3億人擺脫貧困 未來要來加強發展成為世界第三大經營 然後2047年是最偉大黃金時刻 為什麼因為印度獨立100週年 就也呼應了我們剛才所講的這個部分 不過印度跟美國還是有很多一些問題 我們剛才也提到手牽手 不過印度跟美國還是有一些狀況 你看最近戴琪頭也很痛 為什麼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在G20的部長會議之後 到了新德里跟印度的商業與工業部長 戈亞爾來會面 說你這個新政策 很憂慮 為什麼 因為印度要求很多企業 要到印度來生產 然後你的進口 我們有限制 所以狀況 對於美國最近來講 好不容易拉攏印度 怎麼會變這樣了呢 另外兩國在WTO當中 是有雙邊爭端的 美方也說繼續來解決 不過美國也不太信WTO 把WTO上述法院給廢了 所以搞了半天 其實拜登做的春秋大夢 是拉印度來制衡中文 還搞了一個Quad 那前日印度對Quad 也不是很感興趣 那這一陣 莫迪歐去了美國什麼 這是一個兩個國家的一個 偉大的共鳴什麼 講了好多很好聽的話 可是搞了半天 遇到實質問題 印度還是不鳥你啊 這樣子啦 印太印太印太 沒有印度怎麼叫印太呢 是 所以美國無論如何 要跟印度拉緊 所以我 那不就變美國有求於印度了 現在美國求印度 比印度求美國的多啊 是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台灣要學印度嘛 務實求生存 從來他不吹牛 不是啊 他會很吹他自己的牛 但是他在國際正常 他是很務實的 他會務實的 像俄羅斯進口能源 那美國對他不敢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 沒有我印度 你談什麼印太啊 那印太是變人的嘛 那也不要忘記 國際之間這種東西 都是務實主義者 想當年 美國是要中國來對抗蘇聯的時候 你看中美是什麼關係 中美關係非常好 對 乒乓外交嘛 不只好到台灣T恤 然後雙方一建交的時候 大陸可以去告訴美國說 我要準備修理越南 因為越南跟蘇聯 是有結盟的嘛 那我準備了 所以美國在那裡 也某種程度也表態了嘛 所以那時候的關係多好啊 那時候蘇聯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多惡劣啊 現在呢 現在是被靠背耶 有沒有 那這邊呢 是被靠背 就這樣子嘛 中美是靠背 然後中俄是被靠背嘛 對 一樣的 今天啦 印度跟美國 當印度有一天 它的生產條件 也對美國的進出國 造成很大的貿易逆差的時候 你看美國會怎麼辦 所以這種東西 國際政治就是 以實力為原則 大家必須尊重實力 可是中國跟美國 最大不一樣在上 尊重實力的過程之外 他不甘義 美國會試圖去干預結盟的對象 對 而且呢 你一定要follow me 請你跟我這樣做 你不跟我這樣做就不行 中國大陸不會要你跟我這樣做 而且中國人會講互利雙贏 互利雙贏 你英文比我好嘛 你看互利雙贏 你好像在英文裡面 很難找到這樣一個詞技 好像是耶 你想想想看嘛 Win Win 哈哈哈哈 你是找哪一個詞技 這兩金兵英文Win Win才有 這互利雙贏 你看 沒有他這只有你死我活嘛 Who is the champion 對啊 你死我活嘛 他哪有互利雙贏 嗯 老師整個真的是一語道破這個問題 嗯 所以現在印度跟美國 不就假面夫妻啦 我也不敢假面夫妻 這各有需要啦 各其首需啦 互相爽一下 互相爽一下 各其首需 因為沒有印度參與的印太 根本就是一個笑話啦 是 所以印度就吃定你啦 因為前陣子跨的 真的感覺快涼涼了 不是 印度就這樣 你要我嘛 我就玩給你看嘛 那我呢 我想從這裡獲得我的實質嘛 而且我也拉著你美國 我才能夠跟中國 阿Q一些東西嘛 嗯 那今天印度跟中國怎麼比 除了人口一樣多以外 人口沒有一樣 還可以展現一下 當中印人口都一樣多的時候 那實力大小不就 更明顯 差很多了嗎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起來不一樣的地方嘛 你印度可以跟日本講 我比你大 我比你多 你可以講啊 但是一到中國 你14億我也14億啊 你多我不了多少啊 那可是我們兩個呢 顯得差很多嘛 是 是吧 這很有意思喔 所以 美印的未來還是取決於 到底美國需要印度多少 對對對 美印度能夠從美國 還可以撈到多少 就這樣子嘛 那再來看另外一個喔 最近呢 中日之間關係也很不好 事實上是因為日本要排 福島的核污水啦 也有人稱核廢水 這件事情讓中國又暫停了 日本所有的水產品 愛天文型的說 你趕快解除吧 那當然是不太可能啊 中國海關重災 7月7號就宣布啊 日本實現式的食品 總共呢全部 百分之百必須查驗 而且日方統計啊 日本對中國的水產品 出口總額 870億美元 折合43億人民幣 是各個國家中跟地區中 是最多的 講白了是最大買家 現在不給盡 這個事情 我認為不只是中日分歧 為什麼把它放在這裡談呢 它其實也凸顯了 已開發國家跟開發中國家 彼此對於這樣的一個行為 的一個認定上的差異 是不是 我想這樣子喔 因為時間關係喔 我很高興你今天用這一段 來做我們的結尾 我覺得我們要嚴肅 來看待這個問題 是 全世界有這麼一個可惡的國家 公開為惡嘛 就好像日本人曾經在中日戰爭的時候 在南京 公開殺人比賽 然後不以為恥 世界有如此不要連的國家嗎 我從現在開始 我講的每一個字 都會很重 而且不只對日本 我要對很多人講很重 第一個 為什麼緩和 緩和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就是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 啊 核電廠爆炸怎麼辦 像承諾比爾事件 人為的似乎怎麼辦 哎 像地震造成的福島 核災怎麼辦 啊 這個簡直解決不了 所以我緩和 我們緩對一個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 今天的 河污水是現在正在發生的危機 對一個現在發生的危機 大家進入寒遭 對一個未來發生的危機 我把它當作可怕的夢魘 你告訴我所有緩和的團體站出來 所有的黃袍站出來 所有的綠色和平指數站出來 你們這些不要連的傢伙 我看不起 你現在看是不是這樣的道理 核災是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嘛 我們把它當作天大地大的事 而今天 當然只剩來花了大半天解釋 核會水核污水 日本人正在扭曲這個概念的時候 那麼我們還有人跟著一起走 還有包括不要連的謝昌亭 我今天我第一個要講 請林立雄先生先站出來 請當年所有跟在林立雄旁邊 所有緩和式的人 所有我是人我緩和的人請他站出來 我會討厭我是人我緩和這一句話 但是我今天要把這一句 我討厭的話加進來 我是人我緩和污水的迫害人類 而且公開在林立雄的面前給你看 今天日本就是公開的藐視全世界 我要放在這裡給你看成本是怎樣 就以前我們台灣人 說日本人叫無賴無腿 看到人 動動動動動動動 可是一到這一到牆角有沒有 殺就殺尿了嘛 這說明以前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形容 叫無賴無腿嘛 現在不是一樣嗎 以前還到牆角耶 現在就公開就殺給你看 然後呢 拿了一個聯絡國的聯絡會啊 說你看他要不要撿這個通告 你告訴我 世界上哪一個核電廠 不是聯絡會 不是解釋說是安全的 他說核電廠安全我們不信 我們要還 今天這個家偶公開放毒 然後我們說怎麼樣子 我們說沒關係 那什麼邏輯嘛 真的 我對一件事情 我是發自內心的憤怒 因為他是公然的在我們的面前 死惡 而且正在ING中 所有那一些一天到晚 畫像莊嚴的國家 一天到晚把價值高唱的國家 怎麼樣子 晉升 晉升 國內的政客也晉升 我今天真的很想 看看哪一個 國內的政客 哪一個參選總統人 站出來在這裡給我表態一下 不是 講到核電電廠光光 吹到全坡啊 全世界所有的蓋核電廠都經過很嚴密的檢查 然後說是安全啊 那我不信啊 這一個你就信 就躲在房間去拉大便的 然後關起門來的時候我不信 然後現在在你面前拉大便的 你說嗯 不錯 像的 還有那個不要臉的時候跟我們身體上有 你家裡有我家裡沒有啦 那講什麼鬼話嘛 全世界也都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核的問題發生災難不好解決 第二個呢就是核廢料不好解決 所以大家反對核電嘛 好那我現在又要請問你一件事 現在日本的這些核污水能不能解決 是有各種解決的辦法 晃到大海是最不好的一個辦法 但最省錢 最省錢 那麼呢其他全部的點點 欸 不是歐洲講到綠色都是高級的綠色的輔 結果呢 會成為幫兇 我今天再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假如今天這個放這個水的是中國大陸 你看怎麼辦 那慘啦 全球批判 你告訴我怎麼辦 西方媒體一定批判 好 台灣的這些政客怎麼辦 嘛 抗議 所以 不要告訴我 什麼價值 只有政治的對錯 這個像趙妖鏡啊 胡島的這一次放核污水啊 就像趙妖鏡一樣 把全世界這些法相的莊嚴的驕傲 全部照出來呢 統統都沒穿褲子 我突然想到 這古有三進 歷史 同進 人進 今有一進叫福島進 是 照出老師剛才口中說的 這一些妖魔鬼怪喔 其實福島這個事件 我是認為 它把它上升到國際政治的範疇啦 那這個也會再進一步促使 像金庄國家的結盟會更加穩固 為什麼 因為你這先進國家 你最有錢 你享受過這些核能先進的技術 但是就像你排放二氧化碳 你砍樹林一樣 你的處理是這樣 就像剛剛我跟老師討論到 省錢嘛 就想除自己方便嘛 然後不敢公開被檢視嘛 其實後來中國道理提出來 那如果你真要排 你公開給大家監管機制 你不敢啊 不給人家進去啊 所以這個處理 我覺得它對整國際政治的影響 實質上 它也變成一個國際博弈 或者是一個推動國際局勢的一個要素 所以我就講嗎 不要告訴我偉大的價值嘛 騙人的鬼東西嘛 那公開在那大便還說是香的 還有人家跑過去去舔一口 還有我們的自治代表 都準備要去舔一口的樣子 交給他了 好 那我們想今天關於BICS 在現在變成PLUS的擴容 整個的解析 我想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它是一個對舊有秩序的不滿 還有量變產生質變的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啦 如果美國它敞開雙手 去擁抱這些新興國家 特別是中國 其實今天這個國際秩序 它並沒有那麼強的一個改變的力量 改變的聲音始終都有 但比較弱小的國家 它並沒有辦法來決定這個秩序 國際社會的殘酷 是遠遠超過一般人的社會 差異更大 更加的冷酷決決 那我們今天也提了好多好多的例子 比如說1970年代 年終治書等等等等的這些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我們對於國際政治的了解跟剖析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 對我們台灣的社會跟台灣的未來 我們應該有更清醒的認識 也可以更好的去識破 很多不必要的政治語言 也希望可以對我們整個台灣社會 有促進之效 這也是我的期待了 好那我們今天過來座談 我們就聊到這裡 那最後還是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最好的話 幫我們加入會員 也可以通過線下的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或者是綠接 PayPal 微信邮局 跟我們更多的良草贊助 那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今天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見囉 拜拜 拜拜